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华人很喜欢足球比较多 当地的信息人比较多 橄榄球比较多 但是好像最近一两年来 他比较热爱足球了 好像把足球一拉高提高提高一路提高 所以我们就 怎么说就是 第七届要请大赛的时候 就有好多好多队伍 包括有什么好多 如果我们在结束好多队的时候 恐怕时间要拖到五月份才可以结束 所以我们确定要有二次队了 所以就是这个 有我们那个省务会长 三门力 他付出了好大努力 才有这个收获 感谢 感谢 那当然我们如果是 我们回顾一下的话 从第一届 第一届我们的这个足球要请赛的话 当时参加比赛的队伍一共有多少支 好像有八 八队的吧 一共有八支球队 八队 有八队 那么从第一届我们只有八支队伍来参赛 到现在我们陆续扩大 刚才理会长也讲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球队也想参加咱们今年的这个赛事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赛制 我们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特意是选择在咱们新西兰当地是一个春末夏初的这样一个季节 那么可以说这个比赛的过程是整个贯穿了我们新西兰的整个夏天 对 因为除掉我们这个放假休息的这个时间 我们这个赛程大概要持续三个月左右 那么二十支球队在整个这三个月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个角逐 可以说是赛事非常的精彩分成 那么在这个月的18号 其实我们已经进行了 这个广东商会杯邀请赛的这么一个开幕式 开幕式 对 那一会呢我们也会有来自我们现场的一些这个视频的素材 包括我们请到了当地一些这个知名人士 他们的一些这个访问 一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送上 那么关于这一次我们这个广东商会杯的足球邀请赛 也是由我们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来主办的 那么我们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 其实在咱们新西兰当地应该说是一个九富盛名的这么一个华人体育组织了 可不可以请李会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相关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重点就是希望把好多年轻人栽培他们 他希望我们包括好多运动的 不是单单世界足球 不是广东世界足球 我们有举办过羽毛球啊跟那个Sky City 我们一起合办那个差不多有四一年了 有四一年了 但是世界与毛球公开赛来的 这个是个行为战 行为战 对 在我们新西兰战是咱们来承办的 对对对对 我们跟赌场都合作 跟Sky City一块合作 他去年都是Sky City没有赞助 就是巴弗兰托姆斯 巴弗兰托姆斯 今年开始有巴弗兰托姆斯赞助了 但是我们也跟他们合作了 今年 对对 那除了这个羽毛球赛之外 我们还涵盖了什么其他 篮球啊 柳篮球 篮球 每一年我们跟那个乌伦华侨会所 乌伦华侨会所 我一起举办了 那个篮球比赛了 也是华人那个篮球比赛 是 还有一些项目就是 我们赶过什么 Messi大学的比赛 我们都有参与 对 对啊 那个Mess大学 大学生那个什么 柳学生 大学生那个篮球比赛 对篮球比赛 对 那个是三人赛 打班场 三人赛 是 前两天我听三文还说 咱们其实 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 我们还有那个武师的队 对对我们有武师队 这个其实是我们如果说 单纯从体育赛事上来讲的话 可能过于局限 但是其实咱们 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 这些年 不管是说在体育项目的 赛事的这个推广上 甚至包括咱们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推广上 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 这个努力跟辛勤的工作 对对 因为像这个武师 真的可以说是代表了 我们中华民族的 这么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 对对对对 逢年过节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很多商家 店铺 都会请这个武师队过来 还有很隆重的这种点睛的仪式 对对 还有那个彩青 其实很多我们的观众 跟听众朋友应该很熟悉 就是像我们看到一些电影 像那个黄飞鸿啊 哈哈哈 他们在里面 其实真的有很多 涉及到这个武师相关的 一些这个元素 对对 但是其实这个 对于咱们华人来说 真的是文化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 那包括我们在这个武师的 这个队伍的培养上 我听咱们讲 好像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在上面是不是 对啊 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训练 那个新来那个 有兴趣武师 还有我们 Simon 我还有几个朋友 懂得武师 是的 所以叫着 把他们慢慢培训 培训 然后有什么派对啊 什么好像 包括 包括捷运的 Kiri 很多 那个好大型的公司 是是 还有City Council 啊 那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邀请我们去表演 嗯 我们就是靠 为什么呢 靠他们的 这个 红包啊 给我们的 带来维持 维持我们 这个体育中心 对了 嗯 因为我们就是 但是呢 你要想持续下去 肯定是 会涉及到很多的 比如说经费方面 对对对对 我们自己我们 不收任何的这个 比如说收入 但是你想 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那么 呃 不管是说我们这个车辆也好 人员也好 包括我们很多这个道具 其实也都是需要花 对对对 能把它坚持下来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当然了 呃 一会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赞助商 表示一下感谢 那么 言归正传还是说到咱们 今年的这个2018到2019赛季的 广东商会杯的足球邀请赛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比赛 其实我们在18号开幕式的当天 就已经进行了一场比赛 对对对 那天进行了四场比赛 四场比赛 对对对对 有公开组的两场比赛 和中联组的两场比赛 啊 对对对 那么比赛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很激烈很激烈 无论是公开组 或者是中联组都都比赛的很激烈 因为因为今年参赛的也有多了几个 就是前纽西兰队的allwide球员参加 国家队员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的这个比赛 有这样一种球员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 是 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球员也提过职业的 比如说迟迟点我们会把他们的球员陆陆续续的介绍给各位观众跟听众一起认识一下 是 对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会安排下个节目 慢慢的每个节目 当中会陆续的邀请到这一届我们参赛队伍的代表 对对对对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包括比赛之外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我们真的是很荣幸的有这么一个这么有有这么高值数的球员来参加我们这些比赛 真的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连续连续七届了其实从刚才咱们也提到从最开始的八支队伍到今年的二十支队伍 而且以后可能还会继续的扩大比赛队伍的增加包括我们这个球员的专业性 因为这个也是不断的提高我们这个球员之间的这种竞技的精神也好竞技的状态包括技术方面其实都是不断的一个磨练跟提升 所以说我们的广东商会杯的足球邀请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举办哪怕不赚钱甚至说赔钱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我也希望咱们的广东商会杯的足球邀请赛在以后能够一直的持续下去 那么给我们当地的华人也好包括促进咱们华人跟洋人之间的这种体育跟文化方面的交流能够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作用 在这里其实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李会长非常感谢Simon 那么在整个的赛事从筹划到举办的整个过程当中付出了那么多的信用 那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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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广告回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比赛开幕式的实况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这里是新中传媒旗下 盘大TV37以及FM90.6 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正在为您并基直播的广东商会杯足球邀请赛特别节目 那么2018到2019年度的广东商会杯足球邀请赛 依然是由咱们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主办的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间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的会长李伟先生 以及我们的执行会长Simon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剩下的时间我们这样 我们用一些这个节目的这个视频内容 我们先跟大家来呈现一下 在今年的11月18号 咱们广东商会杯足球邀请赛的开幕式的一些盛况 让大家做一个了解 对这个在 其实我们是应该是奏了双方的这个国歌 有我们中国的国歌 还有新西兰的国歌 那么参赛的这个队伍 今年我们是从画面上能看到 各队的这个参赛的选手 跟这个包括经理人 都已经悉数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 我还看到有这个武师的这个 所以说在现场的话 也是有咱们这个武师的一个表演 对对对对 非常热闹的一个场面 那么在这一次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呢 我们还邀请到了 比如说是新西兰足协的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代表 Nado先生 包括咱们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的会长李伟先生 新西兰足协社会社区发展经理 杰米先生 包括我们的国家党的国会议员 梅丽莎丽 也都悉数来到了现场 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支持 对对对 他们到每一年都来 来攻克我们是很很荣幸 是这个其实与其说是支持到 不如说是对咱们这个邀请赛的一种认可 认可对对 他无论是开幕里和闭幕里 他都有过来 没错 十分的支持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在这一次开幕式当天呢 其实我们就已经进行了四场比赛 那么四场比赛之后呢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揭幕战了 在后续持续一直到三月 如果没记错的话三月十号 三月十号 那么在三月十号之前呢 我们二十支球队 可以说是要进行一个捉队厮杀 三个队的时间 我们真的是要进行非常多的赛事 那天只踢了四场 我们还有106场要踢 还有106场要踢 这个比赛的场次 我觉得不亚于咱们的世界 这个比赛的场次 对对对 不不少议对 那当然呢 后续的我们也会跟大家 比如说在下一周的这个赛事当中 会有哪些球队的一个较量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陆续的去做一个预告 那么也欢迎我们的很多的体育爱好者 跟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 也可以到现场去观摩比赛 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 对 我们的比赛地址是在 Leversedale Avenue 对 全部的比赛都会在那里 除了是我们闭墓里 就会回到我们这次 开墓里的地方叫 比尋美欺里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跟大家来做一个这种赛事的预告 也方便大家前往观战 因为咱们这个球队 二十支球队 不光是来自咱们新西兰本地的华人球队 也有洋人球队 那么同时还有来自比如说像泰国 这就是泰国了 这个是泰国 这个是泰国 泰国对于大连 对我们这个叫做 Old Boy Old Boy Old Boy呢就一直队伍已经陆陆续续了 跟着我们已经有七年了 他参加我们的比赛 是 对的 一直就又开始到现在 他们都参加我们的比赛 所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队伍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18号的这个开幕式当天 其实也是采访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名人 政要 对 来到咱们的开幕式现场 我们有一些这种 我们的这些这个参加开幕式的嘉宾的一些这个采访 我们也通过一小段视频跟大家来呈现一下 对这个是刚才我们的视频里面已经看到了在比赛当天的一些这个画面 对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像泰国队 泰国的球队 包括还有 然后当地泰国人组成的一个足球比赛 那么还有还有我看到 我们有越南队 泰国队 泰国队 柬埔赛队 是 都有 那这个呢是耐度先生 那他是新西兰足协的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的相关的我们的一个代表 代表 他在这次采访的时候也说是很高兴能够参与到咱们这次广东商会杯足球邀请赛的活动 那么组织方的三文利以及李伟会长为这次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一届活动已经是第七届了 但是呢新西兰体育总会的相关人士啊 在过去的20年其实都一直坚持推动咱们的足球运动 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本次的这个参赛队伍来自不同的族群 包括有中国裔 印度裔 毛利裔 还有太平洋岛族等等 很多的这个参赛的人员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运动将不同族裔的人 联系在一起通过比赛 既强身健体 也让大家从体育的这个运动当中得到快乐 这这么小的朋友也在 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对当地的这个 可以说是对我们华裔的这个族群 还带来的很多激起正面的影响 那么这一位呢是杰米先生 他是新西兰足协社区的发展经理 那么他在采访当中也提到说 广东商会杯的足球邀请赛 在推动奥克兰社区的足球运动方面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也感谢主办方的努力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比赛 各方都能够享受到足球 带给我们的乐趣 让这一次的足球比赛 成为一个公平竞争的比赛的过程 那么美丽莎丽女士呢 作为国家党的国会议员 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 说她每年都有参与广东商会杯足球邀请赛的活动 而且呢她还受邀向获胜的球队颁奖 那么这个足球运动呢 是把不同族群的人都联系在一起 这是足球运动的魅力所在 同时呢足球是一项团队的运动 也很高兴看到球员们为了这次比赛 大家都在积极的练习跟备战 这是我们开幕式当天的 那个是蓝色的就是韩国 就是韩国队 那王胜的就是我们会长的广东商会队 就是like a组队 就是去年的冠军跟亚军 那么刘伟先生呢 也是在采访当中也提到 他自己呢 每年也都会带领新西兰华人足球队 参与世界华人的足球比赛 那么2018年这个比赛是在天津举行 对 是在天津举行 那前段时间呢 还在积极酝酿着19年的 世界华人足球比赛的安排 新中传媒 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 电视 报纸 杂志 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 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 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 电台 杂志 新媒体等传播平台 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 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 唯有新中传媒